現在其實幾乎三毛,我不能收拾所有的 但是出來的,就是離開家鄉出來的女孩子 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是很飄零的 就是從家鄉出來,那其實後面選擇是 你可能要工作的經濟的那個 得到的經濟可能又不是自己所有 要被家裡面去承擔 但是家裡面是自己出生的那個家 還是自己要嫁的那個家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自己都會很模糊 到底哪一個才是我自己的根本 但社會上已經給了,它這樣一個定性 它不能夠隨著,比如說 如果我是廣西,我就必須在廣西了 如果我結婚,那你就來廣西 但是現在好像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或是我能夠去自主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事情糾結在一塊 我就寫了這樣的一首歌叫《漂亮的花》 其實很簡單的歌很簡單 但自己想法太多了 好 好 聲音裸開了是吧 聲音裸關了是吧 好 好,兩位男的給我幫助 好 來,《燃花》 Khati 倘若每一個人離古途的男孩 都是一株五根的草 那么每一个身处一乡的女孩 就是一朵飘零的花 我们的青春和雪寒 被繁华和辉煌埋葬 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 却恍无聊自己的家园 倘若每一个圆里苦涂的男孩 都是一株五根的草 那么每一个身处一乡的女孩 就是一朵飘零的花 我们的青春和雪寒 被繁华和辉煌埋葬 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 却恍无聊自己的家园 黄翔 唱一遍 還沒話再唱 大家要看完嗎 那你再唱一遍嗎 跟著他一起唱嗎 那你就播放這個聲音吧 大家看一遍 現場版的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不是 那個電腦上面沒有聲音 不通話 那你再唱一遍嗎 那你再唱一遍 那你再唱一遍 再唱一遍 那你再唱一遍 就唱一遍 aliens 那他們是不是 他自己奔跑也 Не唱是 也是你們 你學完 那就只是一句 我們三遍 和血涵 被繁花和輝煌白 我紛紛融了別人的城市 卻忘了自己的家園 没想到董梨 好奇心的感情 看得到 好奇心 星期间 和血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